好,那这是另外一个版本的Android的部分 那也是国权老师先把它做好 所以你会在桌面上就看到我们的EDU CHEAR的部分 然后这边大概Android的操作就是跟各位平常习惯的样子差不多 那不同的地方是我们可以事先把一些APK包进来 那当然这也牵涉到要对于智慧财产权的尊重和小心的使用 但我想是说以同样教育的考虑来讲 它就是一块记忆卡 就以真正的放进版本派那派的地方 它就是一块记忆卡 所以操作起来其实还应该OK 那我看到这边是有Miracast的Receiver 所以好像也就可以直接当一个Android电视放的概念来玩 那另外呢就是这边的上网跟YouTube 我们同样再来看刚才的那个TED的影片 这个效能应该是比较高 那我暂时先不要登录帐号 除非是我家网路比较慢 刚才也是同一片 刚才也是同一片 那这边是KED的Android的版本的部分 那它的声音 然后还有我现在想要来切换全营幕的话 我想刘畅信应该是比较高 像说而且他也没有依赖额外的语解来说 那它的效能其实Android的效果是比较好的 不然的话我觉得大概在这个Android的部分 其实我觉得效能应该是还不错 那这个也都是一样的基本操作都没有问题 OK 那总是有一个新的硬体的模式 其实会回到我们原来使用的状况 就好比说你本来也有Linux的机器 你本来也有Android的手机或平板 那现在以Banana Pi的位置来看 那它其实就是站在同样的一个硬体取代的角度 那它仍然需要荧幕、键盘、滑鼠还有网路 那当然还有电源 那我想有一些不同的思考 我相信加上一些结合 像我想象到的是 如果它是一台Linux的小主机 然后它其实是接收物联网的一些相关资讯 那这时候不管是蓝牙或者Zigbee 或者是一些Arduino感应的数据 它连到这台电脑里面来摆着 那这台电脑其实再从远端来把资料带走 我想这会节省比较多 就是你完全都需要依赖网路来存取数据的一个部分 OK 好那我关机